来看到台湾的龙胆石斑鱼 其实一般都外销到大陆香港 加上因为体型很庞大 一般民众料理上也不方便 所以价格很昂贵 在台湾很少吃得到 倒是屏东县临边农会 现在鱼会看准了最快的商机 把鱼肉切成了好几块 然后用真空入带内销给一般家庭 没想到成为了春节的最佳伴手领 也缔造了单元一百多万元的销售额 创下了最高的纪录 很多的养殖户是笑得合不容嘴 在水池里的龙胆石斑 每一位体型都相当大 原本对一般民众来说料理不便 不过现在有真空包 想吃龙胆石斑 轻松料理就吃得到 将鱼肉放进滚烫的热水烹煮 再加入葱姜调味 香喷喷的龙胆石斑鱼汤 就能端上桌 刚好吃小家庭的份 一餐刚刚好 回去就这样子稍微切一下 就可以下锅了 很棒 原来龙胆石斑 以往都是外销大陆香港 屏东县临边渔会 看准商机 将鱼肉切块后真空包装 面销给一般民众 不但成为最佳春节伴手礼 更缔造了单月一百多万元的销售额 我们整月上业 一个冷冻冻 来做低温处理 轮车 保重我们一包一包 给我们国内消费者 靠我多接受 千年巴巴水灾造成养殖户 严重损失 这回十般真空包 内销量大增 也振奋了不少养殖户的心情 争选张春晃月方评论报道